在这个社会上有这样一群年轻人 他们出生于台湾最好的年代 他们渴望成功 却在低薪少子化等现实面前无能为力 这就是厌世代 因为我们家就只有我一个小孩 所以爸爸妈妈对我的期望都很高啊 经常跟我说什么啊 要好好工作啊 以后家里就要靠我了 虽然我知道他们可能就只是想要激励我而已 然后呢因为目前我的薪资也没有算非常高 然后申请也没有说非常的轻松 所以呢有时候真的觉得压力蛮大的 不知道以后到底真的想要做什么 他们是整个这个世代塑造出来的新的一代 他们从小到大他们受了教育他们的环境 就是台湾物质最柔弱的一代 那其实讲白点就是说他们是在温室里面成长的 那温室里面成长的花朵 它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把那些玉山原菩一样的生命 因为玉山原菩它生长完就是非常恶劣的 低温风非常大 所以它长得非常奇形怪状的 那个是它的生命条件造就它现在的样子 可是你在温室里面花朵 我就是要教弟弟的啊 我就是要 就是要牵手我最 你要做我最最美好的那一面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你只要在温室里面花朵 那你未上不可 因为那就是你的任务你的事与你的背景 只要好人即便是已有一定社会地位 输入更是稳定的人 也因台湾的人才流失而感到失望 一大多人才都往外走 我们也想留在自己的家乡去打拼 做自己的文化 但是呢 能够欣赏我们的其实会是这一群出众的人才 如果这一票人才一直出众的话 那我会不会有一天我也要出众 你觉得什么 记者王雪全报导